有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 请在评论区或者发弹幕告诉我好吗 兄弟们又发现一条 这到底是什么鬼生物啊 兄弟们 明天晚上我过来 消灭非洲温流 感兴趣的 请给我点个赞 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你有什么 好的 消灭非洲温流的方法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这一批非洲温流是新繁殖的 应该还有非洲老温流 这个东西也挺恐怖的 把它弄起来看一下 我找根树棍子 我找到了 什么东西 我靠 贴地贴太紧了 而且 而且它树密了一种粘液 哇 好像浇水一样 它开始全缩了 我靠 树密的这种业绩怎么是黑色的 感觉是这个液体会有毒啊 哇找到一个破洞 哇 哇 哇 怎么又有一种白色的液体 好羞耻啊 这种液体 好邪恶的 这边有很多蚂蚁 它这移动速度还真快 这速度比蜗牛快多了 这一个 这一个是完全的黑色 这一个 别跑 来吧 哇 这速度也太快了 这不行啊 会被它跑掉了 哎 好像一点都不害怕 哇 太噁心了 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啊 我去兄弟们 我发现一个什么 这是非洲变异品种吗 一团黑 我还确定它肯定是活着的 等我找一根棍子 你等我找一根棍子把它 看一下它是不是活的 哇 这什么生物啊 太恐怖了 这不是 这这不会是非洲蜗牛的变异品种吗 哇 兄弟们 这个草丛我发现 几百只非洲蜗牛 现在太黑了 我没有手电筒 看一下这是什么 这好像是没有 没有壳的非洲蜗牛 哇 好恐怖啊 这么黑 这么黑 感觉像是非洲来的 我得想个办法把它带回去就好了 有点像那个是鼻涕虫 我找个东西吧 我去找个东西把它带回去 兄弟们 这家伙 我从这个地方你到这个地方来了 你看还有两个栩栩 我找来了一片树叶子把它弄回去了 我已经回来了 我先把它放到这个盒子里面吧 这个盒子里面有很多这是非洲蜗牛的卵 他们应该已经存活不了了 看一下还有很多非洲小小蜗牛 估计湿度不够 他们已经活不了了 我直接把它放这里吧 明天想个办法 想看这个东西后续的 请关注我 给我点赞 好吧 下期再见 拜拜